中文官政府希望這個官方的老廚的所有款式可以從老廚保存下來 從老廚多花在利用 所以特別基盤第2部老廚多花在利用的補助價位 包括到小型的修繩類和文化經營類 每一個案上官都可以得到50萬的補助款 幾次的老廚是代替的股屬下 就在這次的股廚當中這間看起來不是真正的咖啡店 店家是一堆很年輕的老母 兩年多前向台鐵做這間老廚社經營充滿文化氣息的咖啡店 老屋然後咖啡店 咖啡店是老屋所以是基本款 可是彰化可能比較少吧 所以當時開這個店的時候 就是還蠻多人會喜歡 然後很多人被吸引過 就是可能這個空間 因為老屋的空間比較不一樣 像市面都會採光啊 然後那個樓板會跳高啊 然後就是可能老窗花什麼 那現在的東西都沒辦法做出來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時候還蠻新奇的 為這樓花老廚不是在這裡拆掉電器 中華管政婦推出第二樓老廚秀生的價位 不然補助秀生的經費 更會協助每學專業的投資師 定秀生的人家 我們也建立一個人力資源庫的平台 不管是大木座西木座雕花或者是做這個泥水 甚至是白蚁房治的部分 那我們都把這方面的人才聚集在一起 變成一個平台 那未來有人想要修老屋 那你不知道這個泥水醬要找哪裡 或者說白蚁房治要找哪裡 那都可以到這個平台來 文化協調補助行動包括 秀生與文化經營兩行 秀生以後提供民眾自由參觀 消費 甚至提升在地生活文化技術 相關議案可以補助50萬 大眾的新聞是梁俊華 彩虹博德